哈喽,我是Eric,又回到我的Channel啦 今天就忙了一整个下午啦,现在才有时间去拍摄 好,最近呢,因为这个Covid还有这个疫情 所以影响到这个经济的状况 我相信也有一部分的人呢,想要去拿他的这个property拿去refinance 然后cash out一笔钱出来 可以顶着先,那什么叫refinance呢? refinance就是说,哪里现有的这个贷款 搬去另外一个银行 假设说,如果你这个物质现在的market value是500千 然后呢,你可以refinance 你refinance咧,最多是80% 80%就是400千呢 那如果你这个物质还欠银行balance 100千,没有完 所以你拿到了400千,你减100千 就是300千 OK,剩下的这300千呢 你要拿来做什么也可以 就是说,300千 divide by portion 可能一部分 你有想过你想要买另外一个物质来投资 你就300千拿一部分的钱出来 放去这个物质的这个down payment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钱呢,可能 你现在还欠一些credit card的钱 debit card的钱呢,什么 你可以还这些东西 然后可能一部分的钱呢,你想要拿去做生意 你可以拿去做生意用 但是记住 如果你是玩refinance的话 拿了那个钱出来 就等于好像是火在烧着你的手 因为那个到最后你还是要还的嘛 所以你一定是要这一笔钱 拿这一笔钱 钱赚钱 either invest something 一些东西是可以赚钱的给你还 还这些什么 因为你refinance 意思是说你拿了一笔钱出来 它就等于是拉长你的这个loan 然后你到最后也是要够拿 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提到了 就是疫情的情况 他们要cash out一点钱拿去用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可能你现在的收入有一些状况 ok 本来你工作的那个物质是3000块 可是过了几年过后你拿去refinance 因为你借的利息 那个时候你买的时候是5% 然后几年过后 你的这个利息可能是3点多巴仙 可能example来讲 你只需供一个2000块 或者是整1000多块 变了你就一个月你的负担就减少了 不过你要注意就是因为 它会拉长你的loan的这个 怎么样讲呢 这个工期的 so你到最后你也是会 要还的都是银行赚比较多 但是只要你会用这个东西 refinance就好像一把刀 如果你不用的话 你就会伤到自己的手 你会用的话 你就可以拿这个钱杠杆 给你赚更多的钱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们cash out这一笔钱呢 本来他买这个物质的时候 他是打工的身份 然后现在他觉得他的 他已经在公司没有什么成长了 然后还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他想要尝试另外一个领域 叫做这个做生意 ok 所以他拿这个cash呢 他就是当着一个本钱 就拿去做生意了 接下来呢可能他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他有一些loan 他需要settle了先 personal loan credit card 还有其他的一些debt啊 这些要还了先的 所以这笔钱呢可以帮他解决到他的问题啦 在接下来cash out的这一笔钱哦 甚至有人想要买另外一个物质 低市场价的这个物质 他们也可以将这一笔钱 给这个买这个新物质的这个down payment 或者是如果你看到现在这个行情股票是跌的嘛 所以你可能你会去买一些蓝筹股 又或者现在的年轻人啊 会拿这些钱哦可能控制不到自己 结果把这些钱拿去给 买飞机票啊去旅行啊买这些名牌包包啊 名牌衣服啊吃的喝的好的啊 全部用到完 我劝你不要这样子做咯 refinance就是给你紧急的时候有钱用 然后同时给你做生意钱生钱 我现在接下来要给你们看一张图啦 这张图如果你那些refinance拿出来这些钱哦 你不拿来做什么会不会死你 好现在我要转这个screen了 我的房间没有白板 没有白板 so我这边用我的soft loan了一个图啦 我给你知道为什么你refinance了 然后你不将这一笔钱拿去钱赚钱的你会死 或者是你买奢侈品的话你也会死 OK 你来看看这边啊 你工期是35年嘛 so从这边我们越工越多就是这样子咯 工工工这边就工完了咯 假设说你物质3到5年就起价了 然后你就有一笔钱 你cash out一笔钱 你拿去refinance 你就cash out一笔钱出来 然后你本来想要工这个2千块的 然后变了你现在只需要工1500块 很少哦一个月 但是这个是表面罢了 所以你看啊 如果你这边到工到35年物质起价了 你refinance 是不是要从头回来0年然后再工过 这样都是银行赚的啊你看银行赚多的啊 不可能是你赚的 如果你没有拿这一笔cash out这一笔钱拿去生鸡蛋的话 你不可能会什么的 所以银行就好像吸血鬼一样 再看这边红线 so你越工越久 你的母金就是越工越多咯 然后利息的话你越工越久 利息就会减少咯 OK 所以刚开始工的时候一定是工利息的 这边是很辛苦的 so我不知道我讲到这边你们明白没有啦 ok so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refinance的最后一个原因 可能我要转名 我转给我的啊我的爸爸 ok我有个物质我想要转名给我的爸爸 然后转了给他 我接下来买的物质的过大呢 我又可以借90%的loan so这个也是行的通 那refinance的这个procedure呢 其实跟你买物质的这个procedure一样呢 差不多是很centered的 then他们会给你一个template呢 跟你讲你要准备什么什么什么文件 过后我就会放一个chart 然后这个chart呢 就是会分为打工 跟不是打工要准备的这个文件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你是可以买多一个 and title都可以买多一个物质的 或者是你可以 其实有一笔钱是可以拿来做生意的 那我今天呢 其实不是banker 因为我朋友是banker 所以他告诉我 这原来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东西的 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视频呢 可以帮到你们现在的这个经济的状况 好了我的分享就到这一边 我们下一集见 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这个关系到银行的topic呢 或者是这个房地产的这个topic呢 都可以在下面comment 或者是whatsapp我给我知道 然后我单独为你做一个视频 来解答你的问题 咯 scout 我没有关哪 我没有关哪 我 先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